随着德国之意 航班空难事件的真相逐渐明朗 要如何防止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成为关注的议题 有人支持在未来 可以让地面人员来操控飞机 但也有人对此想法提出意义 画面上的这架飞机 最初是由飞行员操控的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在地面上的飞行员 接管了飞机的飞行控制 这是英国宇航公司 耗资9400万美元所进行的研究项目 他们正在努力开发一种 可以让地面人员进行控制的飞机 事实上遥控飞行已经被运用到了军事领域 在一些危险性环境下 军方经常会选择使用无人机进行飞行 有分析人士表示 无人机在全球航空市场的价值 可以高达4000亿美元 因此为什么不将其运用到 民用航空领域呢 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士认为 虽然近来发生了一些困难事件 但整个航空业仍保持着 很好的安全记录 多数人仍然相信 由机上飞行员操控飞机 是最可靠的飞行方式 而要将飞机改造成无人驾驶 还需要耗费数十亿美元 此外对于旅客来说 大多数人目前也没有做好乘坐 无人驾驶飞机的准备 我开始问我自己的问题 如何我感觉到飞行员 或者没有航空航空航空 我并不会做的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 还有不少人是担心 如果民用客机使用地面控制系统 那么一旦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络 或者有恐怖分子或骇客 在网路上控制这个系统 那么该如何应对 因此尽管从技术上来看 地面来操控飞机并不难实现 但航空业要想真正采用这种技术 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